来看看抗议现场 学生占领立法院今天已经迈入第四天了 而抗争学生代表在昨天就向马总统下了最后通牒 要他在今天中午的12点之前来回应退回服贸的要求 而今天中午11点15分 马总统召开了院计协调会议要寻求解套 同时凯达格兰大道上也装起了巨马 现在现场最新的状况我们连线给记者陈诗雅告诉大家 诗雅无安 是的 主播各位观众 我们现在就在总统府的前方 我可以看到这个凯达格兰大道上面正在组装层层的巨马 而这些巨马到底是要阻挡什么呢 就在12点之前呢 如果马总统并没有回应学生的要求 也就是退回服贸协议的话 他们害怕大批的学生以及民众会冲撞总统府 因此安上了层层的巨马 我们来看现场的最新情况 可以看到总统府前已经装上了层层的防护坊 也有大批的警力随时处在备战的状况 而就在中午11点15分 总统马英九也召集了副总统吴敦毅 新政院长江颖化以及立法院长王金平 来寻求解套的方式 而学生方面也申请了凯道周末的录取人 不排除走上街头 总统府这里是否会有最新的回应 我们随时会为您掌握 以上就是目前的最新情况 把镜头交还给彭丽主播 我们下期见